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油啊 出粉底就好韌 我還要形象啊 我還要啊 但不停不開 我現在不成功了 椅子就個個都有 有些人就會用棉花棒來清理 又或者什麼都不搞 讓椅子自己排出 如果這樣就可以搞得定 那尿耳朵又為什麼要假手於人呢 - 歡迎你- 你好 - 進來坐吧 我今天來第一次坐椅子 我現在有點興奮、有點緊張 覺得好像弄一弄會很爽 我是遊耳,平時都會用棉花棒弄 我猜應該挺乾淨的 這個絲絲繪繪的年輕女 就是弄得浪費表情都說不出的彩義絲 如果有人問我做什麼 我回答彩義絲的時候 可能她第一次聽不到我說什麼 我就跟她解釋我的工作 幫人清理耳舊 好了,那你躺下吧 幫你先把頭髮伏在後面 是 這些是你的耳毛 然後耳毛裡面的位置就有耳舊 這個就是你的耳目 它會有一點反光 Mia在大學就是讀心理學 選修幼兒教育 本來已經做著教學助理 讀教育文憑課程之後 就可以安安定定做老師 有一天我自己在家裡撩耳朵 然後被我的兒身女看到 一拔開她的耳朵看 發現已經有一塊很大塊的耳屎 我已經塞住了 打算上網看看有沒有用具 可以買回來幫她 才發現我原來有彩義絲這個職業 現在會用一些毛毛筆 令到你放鬆 在我真的撩入她的耳朵之前 我會先觸碰她周遭的皮膚 讓她去適應 我當時就是趁著學校 一放暑假 我就馬上飛到台灣學了兩個月 課程至少需要三萬元 會教你不同的工具 怎樣用 教你洗耳 我已經有塞住了的感覺 好像潛在水底 是 學習令她舒服 還有不會緊張 緊張啊 洗眼 洗鼻 等等的服務 都有包括在裡面 還有一些按摩的技巧 在泰國 咕骨咕咕到 但沒試過耳朵都可以按摩 這個位置有耳膏黏住了 應該是比較行一點 我感覺到 耳屎會生在剛剛所說的耳毛的位置 還有它是可以藉著新陳代謝 自己排出來的 可能耳道比較彎曲一點 或者耳舊的質地是比較靈一點 黏住了 就需要人家幫它清 基本上一過耳毛的位置 人們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已經弄到耳膜了 是呀 我懶得我經常都很重 一過耳毛的位置 就會很敏感 我平時都會用到不同種類的工具 例如這個就是我平時用來夾耳舊的工具 這個手一定要好定 因為耳道其實是很窄 很小的範圍 距離也要拿捏得很準 例如耳膜前面有東西 刺進了就真的刺進去 好像有人很小力 在你耳朵旁邊 在打妝 透過它特別的音頻 去震動耳膜 然後就可以刺激到你的迷走神經 亦是令人放鬆的一個方法 我剛剛幫阿西比爾去震動耳膜的時候 就用到這個叫做音叉 我一剃它的時候就會震動 之前那份工作 就 壞一點說句 就不用怎麼帶路去上班都可以 因為做的事是很恆常 做彩意之後就覺得 別人即時給我的feedback 是令我很開心的 而這種成功感 就令我這樣轉過去 每一次我以為清不到 最後清到我就真的很開心 但我有時會開帖慶祝 畫面也不是很震撼 兩隻加起來 只有一點點 二十多年沒有試過自己這樣做 是第一次幫我們清掉所有污垢的感覺 還有 有毛毛棒 又有音叉 又有按摩 原來有很多東西 我沒有想過有那麼多 你會覺得很舒服 我都說不出什麼 真的有舒服 我說是 Full Time做了半年 已經存在不少熟客 施啞就是最捧場 每個月都定時定後過來採耳 還說自己撩上癮 純粹是很享受 其實我沒有什麼意思 它有一支毛毛的東西 當它一轉的時候 然後我整身會舒服到整身起雞皮 你老公已經完全知道你老婆對採耳上癮 對呀 她知道我上癮 每天都在這裡撩 她已經知道我 或者自己有空在那裹上 我都會建議客人 嘩 嘩 濕了 睫毛毛棒 我叫你去看醫生 有沒有看 還沒看 是因為你自己撩得太多 可能你也有些反應 耳朵不可以過度清潔 最多一個月來一次 試過有個客人就是有耳結石 耳結石就是一些很大的耳垢 織了很久 令到它硬化了一塊 在耳道裡面 它的耳結石是非比尋常那麼硬 因為它有跟我說過它其實是做地盤 灰塵滾滾 戴著口罩都聞到是臭的 好像一些縮了的東西 雖然清了三個小時 但最後還是沒辦法整塊拿出來 要建議它去找專科醫生幫它清潔 最簡單地撩一次就收380元 但如果是耳結石的case 就每邊耳朵要收500元 其實現在我的收入都是算理想的 每個月萬多至三萬元 有些長輩可能覺得 你讀完大學也是幫人撩耳朵 你其實不用讀大學 浪費了些時間 只要有人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我就肯定了我做這件事的價值 我希望你能夠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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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